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传闻随后被香港卫视的官方微博删除了 究竟是真相还是谣言 刘金的背景也不容小觑 他有着超过30年的银行业经历 从工商银行一路升迁至中国银行 这样的职业生涯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故事 我们将深入探讨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 挖掘背后的真相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金融界的风云变换中 有时一席空缺便成为舆论的焦点 近日 中国银行行长刘金的突然缺席 使得整个金融界的目光都聚焦在他的去向上 星岛日报的报道首度打破沉默 揭示了刘金未能出席中国银行 董事局会议这一极具象征意义的事件 在8月19日晚间 中国银行发布公告宣布 当天召开的2024年第七次董事会会议 由董事长葛海交主持 会议应出席董事14名 亲自出席董事13名 唯一缺席的便是副董事长执行董事刘金 公告的措辞相当官方 但背后的故事却显然不简单 据香港卫视下午的官方微博报道 中国银行行长职位发生变动 刘金不仅不再担任行长一职 且据传他已落马 甚至是本人自首 不过 令人疑惑的是 香港卫视的这则重磅消息 在当天晚上被悄然删除 似乎更增添了事件的神秘色彩 刘金 这位已年过五旬的资深银行家 出生于1967年 毕业于山东大学英语语言文学专业 拥有文学硕士学位和高级经济师职称 他的职业生涯始于中国工商银行 历经多个重要职位 包括工营欧洲副董事长 执行董事 总经理兼中国工商银行 法兰克福分行总经理 以及中国工商银行总行 投资银行部总经理 江苏分行行长 2019年11月 刘金从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调任 光大银行党委副书记 2020年1月起担任行长 3月起任执行董事 并在光大集团担任党委委员和执行董事 2021年 刘金正式担任 中国银行党委副书记 副董事长 行长 刘金在金融界的迅速崛起 和他在不同机构中担任的多个重要职位 使他成为风云人物 然而 正当人们对他的职业生涯和未来充满期待时 他的突然缺席和随之而来的种种传闻 让人们开始质疑 这位金融界的传奇人物究竟发生了什么 刘金的缺席 无疑给整个金融业带来了一场地震 毕竟他的职业生涯一直以来都是稳步上升的 从中国工商银行到光大银行 再到中国银行 他的每一步都引人注目 刘金的人生轨迹充满了挑战与机遇 每一次职务变动都可以说是他职业生涯的重要里程碑 然而 当外界普遍认为他将在中国银行大展宏图之时 这次突如其来的变动无疑给金融界和公众带来了极大的震撼 在中国银行的公告中 虽然没有进一步说明刘金缺席的具体原因 但业内普遍认为这种高层会议的缺席绝非偶然 特别是结合香港卫视的报道 传闻刘金已经落马并且是本人自首 这让外界的猜测和揣测更加扑朔迷离 香港卫视的报道虽然被删除 但这一细节无疑给事件增添了更多的神秘色彩 刘金究竟是因何原因突然缺席 他真的如传闻所说已经落马 这些问题仍然悬而未决 等待着时间来揭开谜底 在金融业界高层的变动往往伴随着一系列的波动和不确定性 刘金的缺席不仅引发了外界的广泛关注 也让业内人士纷纷猜测中国银行未来的走向 毕竟作为中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之一 中国银行的每一步动向都牵动着整个金融市场的神经 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 刘金的突然缺席 无疑给中国银行的未来发展增添了更多的不确定性 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变动 中国银行将如何应对 作为金融业的重要一员 刘金的职业生涯又将何去何从 这些问题不仅是金融界所关注的焦点 也是公众所关心的重大议题 随着事件的进一步发展 相信更多的真相将逐渐浮出水面 为我们揭开这场金融风暴的背后真相 清晨的北京秋风送爽 中国银行大楼前 往日繁忙的景象依旧人潮涌动 然而楼内却有些不寻常的气氛 就在不久前 中国银行发布了一则公告 宣布行长刘金音其他安排未能出席 8月19日的董事会会议 于是 一桩悬疑剧班的金融故事便开始酝酿 这位57岁的银行行长 已经在中国银行担任了三年多 但就在这个关键时刻 他缺席了会议 更有趣的是 他并未像往常那样委托其他董事 代为出席和表决 金通社注意到 似乎刘金的缺席有些不寻常 因为按照惯例 未能亲自出席的董事通常要说明原因 比如因其他重要公务 并且还要委托其他董事代为出席和表决 尽管刘金的缺席 会议依然由董事长隔海交主持 如期举行 13名董事亲自出席 虽然缺了刘金 但会议的合法性和流程依然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回顾以往的董事会会议 未出席的情况并非罕见 例如 2023年3月9日的董事会会议中 时任董事长刘连葛和董事王伟就未能出席 公告中也未说明具体原因 不过 这两位失踪的董事随后便有了故事 刘连葛被免去党委书记职务 并于3月31日官宣落马 而王伟则因年龄原因辞任 刘金的缺席引发了许多猜测 虽然他仅仅缺席了一次会议 但他的职业生涯充满了戏剧性 他于2021年2月25日正式到任中国银行 出任党委副书记 拟任副董事长 行长 3月16日 他的行长任命获得批准 4月26日正式上岗 刘金的履历堪称辉煌 从公行伦敦代表处代表 到山东分行国际业务部总经理 再到公营欧洲副董事长 执行董事 最后升任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 2019年 他被调任光大银行 担任党委副书记 2020年成为行长 曾与刘金搭班子的中国银行前董事长 刘连葛的命运则更加戏剧化 2023年3月31日 刘连葛因涉嫌受贿和违法发放贷款被抓 根据指控 他受贿1.21亿余元 违法发放贷款供计人民币33.2亿余元 造成了1.9亿余元的本金损失 4月24日 刘连葛的受贿违法发放贷款案 在山东济南一省开庭 中央巡视组也对中国银行进行了例行巡视 今年4月 中央第九巡视组巡视中国银行党委 巡视组将在中国银行工作约三个月 重点是受理反映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委领导班子 及其成员 下一级党组织主要负责人和重点岗位人员问题的举报和反应 尽管刘金此次缺席董事会引发了许多猜测 但他的职业生涯依然是中国金融界的一段传奇 也许他的其他安排不过是一次普通的会议冲突 但在这个故事背后 蕴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金融风暴和权力斗争 我们永远无法窥探 中国银行的故事还在继续 而刘金的未来也许会有更多的戏剧性情节等待揭晓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观众 刘金缺席董事局会议确实是一个大新闻 但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 我们不能草率下结论 这次缺席可能只是因为他有其他重要事物 或者身体不适 历史上很多领导人在重要会议上缺席 并不意味着他们有问题 比如丘吉尔在二战期间 也有过几次缺席重要会议的情况 也没有因此被怀疑 总之我们要理性对待 不要轻易相信谣言 楚天书 你这话说的像是刘金的代言人了 你知道吗 刘金的前任刘连格也曾多次缺席重要会议 结果最后被发现是涉嫌重大经济问题落马的 再者 历史上也有很多反面例子 比如尼克松在水门事件爆发前也曾多次缺席关键会议 最后还是难逃弹劾 所以刘金这次缺席确实有很大的嫌疑 我们不能完全排除他有问题的可能性 谢奇奇 你说的好像每个缺席会议的领导都一定有问题 再说 尼克松那个例子也太牵强了 他是因为被揭穿了整个事件 而不是单纯因为缺席会议 刘金作为中国银行行长 肩负重要职责 他的缺席可能是因为海外出差或者其他紧急事务 就拿亚历山大大地来说 他在许多战役中缺席了关键会议 但这并不影响他成为历史上的伟大领袖 我们需要更多的信息 而不是仅凭一次缺席就下定论 楚天书 你的历史知识真是广泛 但别拿亚历山大大地做比喻 人家是战场的王者 刘金不过是金融界的高管 你说他可能是海外出差 可是公告里也没提到什么紧急事务 这次缺席又没有委托其他人代为出席 这就让人不得不怀疑 再者 中国银行的公告都很谨慎 缺席一次会议就让股东们疑神疑鬼 这可不是小事 即使你不怀疑 市场和股东们也会怀疑 这对银行的声誉和股价都是不小的冲击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i noticerta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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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